贸易战周五开打,中共不敢谢墨杀旅,有两大失误智库内定义打三不打,近日有港媒爆料称,北京当局曾召集多个智库,讨论中美贸易冲突的问题,形成了粗略的应对方案。 简言之可概括为,一个打三个不打民主人士魏京生表示,中共不敢轻易惩罚二十年来在中国投资,帮助中国快速发展的外国企业,否则实为谢墨杀旅之举。 他还表示,中共在中美贸易战上,有两处分级失误,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北京当局,为应对中美贸易战,曾召集多个智囊日库团队,进行讨论大略,定下了一个打三个不打的战略战术。 所谓一个打主要是指美方执意宣布开征首轮关税后,中美之间稍早前的谈判磋商努力,以宣告阶段性结束,也就意味着贸易战的开打已经无可避免。 所谓三个不打,则主要指的是不打新冷战,不打政治战,不针对川普个人进行攻击,首先不打新冷战。 中共智库研判,美国今次开打贸易战,并不仅仅是中美之间存在巨大贸易逆顺差,以及美方要求中国市场开放等问题,而是在根本上还涉及到美国有意至中共的所谓崛起的问题,有经济学者将目前的状况称为新冷战。 而北京当局决策层认定,中国目前还在战略机遇期中,面对现在的贸易冲突,还需要保持战略定力,坚持不打新冷战的原则,而要致力于把开打的贸易战,限定在贸易和市场层面。 第二不打政治战,而把战事限定在经济层面。 据介绍北京当局做出这个决策,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,其一是只打贸易战不打政治战,有利于争取到包括美国的某些传统盟友在内的国际支持,如果升级成政治战,那么这部分的统战,就很难进行其二。 不打政治战,可避免把中美矛盾,升级为意识形态之争,避免把问题复杂化。 第三不打川普不对川普个人发起攻击中共智库,认为,考虑到美国特殊的政党政治状况,对川普团队的决策和川普本人个人需要分开来看待。 因此北京当局已经严领,就算贸易战开打,中方也不得针对川普个人进行攻击,针对港媒披露的上述一个打三个不打的说法。 有海外时政观察人士分析指出,北京当局制定的这些所谓战略战术,其最终的落脚点,说穿了,仍然是保住中共的统治,不出现颠覆性的危险未经生。 中共两处算计失误,不感谢墨沙旅7月2日民主人士魏京生,在自由亚洲电台撰文表示,中共若惩罚20年来在中国投资,帮助中国快速发展的外国企业结果是什么呢? 就是过去谁帮助了共产党,谁倒霉,今后也没人敢再帮共产党赚昧良心的钱了。 这些公司在美国的部分也跟着授牵连他,们对共产党也会恨上家恨王岐山再去拉拢那些所谓的老朋友,估计也没什么戏了。 其实即便共产党不惩罚在华美企,他们中共政府已经怨声载道了。 时事评论员藏山表示,过去十多年力主对华绥靖的是美国的大企业,他们在华盛顿M街和K街的力量强大,仍然足以影响政府政策。 但随着大企业在中国处境,日趋艰难知识产权遭剽窃的问题越来越严重,以及中国的行业垄断和封锁,继续加强大企业也逐渐转向。 而美国各界对中国不满的力量,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已经逐渐成型,和留为一个强大的社会声音,足以影响任何一位总统。 魏京生认为,国内也不是没有明白,人多数懂点国际贸易的人,都知道两个最基本的常识。 一个是中国几十年来发展迅速,靠的是占人家美国的便宜,另一个就是以现在的发展水平,不应该和美国打贸易战,打则必输,靠占人家便宜的发展没有底气,人家不想让你继续占便宜。 也是理所应当于现实与道理,都没有必要打这场贸易战。 魏京生强调中共就是赌徒心理,他们觉得川普过去的手法,事先威胁后妥协,这次也会如法炮制。 但川普决心,以下不为所动魏京生还指出,中共还有一招也是算计失误,通过打击川普票仓威胁川普。 所谓的农业州有多少农业人口,绝大多数还是工业人口儿,且是在前二十年丢了工作的家庭。 就算你的奸计成功,选上的民主党议员,还是会支持川普夺回丢掉的工作。 现在是两岛支持打贸易战,谁不支持谁下台,所以才说都是猪脑子智囊唐山中美贸易战。 早晚都要爆发唐山还指出,对中国而言美国三月赞通过台湾旅行法是一件决定性的事件。 中国政府由此开始意识到,中美将进入全面对抗的时代,所谓复巢之下,安有完卵乎。 在全面对抗的时代必然成为第一个纠纷,引发点,因此贸易战难以避免。 即使川普不当总统,恐怕也无法改变美国后面的大招,中国接不住再回过头来妥协。 价码就更高了直到最终的目标改革。 中国的法治体系,回到正常的贸易规矩。 阿波罗网01综合报道。 郑木 郑見 郑陵 郑 郑